這個求什麼東西 求小數的這個平方根 那方法有兩種 一種是直接從平方裡面 去把它找出來 那其實我建議你 是用第二個比較好 第二個你要打三顆星 就是你先把小數換成分數 然後再利用分數的方式 去找平方根 我覺得比較好 OK 好 那我們先看看第13題這一題 我們試一下 好 第一題 來 題目要求0.09的平方根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一下怎麼做 0.09 好 我建議你也是先換成什麼 先換成分數對不對 小點多少 它等於9%吧 好 然後接下來用剛才講的方法對不對 請問你9%的平方根是多少 9%的平方根就等於 正負 好 100的平方根就是10吧 9的平方根呢是3 所以它等於正負10分是3 然後呢 這個 這個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如果你的題目是小數點的話 小數點的話 你的答案呢 進來你寫的小數點 所以答案是正負0.3 OK 可以啦 好 那就以時類類算啦 第二講題也是一樣 這個1.44 1.44 好 就等於 百分之144 百分之144對不對 好 也是一樣 所以請問你 百分之144的平方根是多少 是不是等於 是不是等於 正負 然後100呢就是 10吧 144呢 就是12 所以答案多少回應 正負1.2 OK 可以嗎 好 再來一題就好了 好不好 最後一個 第三個 0.0361 0.0361 好 它等於幾分是幾啊 1萬 對 1萬 因為你很明顯 你的小數點要有4位對不對 所以應該乘1萬倍 所以應該等於 1萬分之361 所以請問你平方根多少 平方根 平方根就等於 正負 好 1萬呢是多少 就是100 361呢 你有背過的話是多少 49 負擔等於 正負 0.19 OK 後面可以自己算了 好 看一下吧